是若如呼吸 人生在世 谁还没撒过几个谎呢 你知道我卡上有多少存款吗 算 我就是有男朋友了 我可是有三百万 终整三百万呢 身高188 八块五肌人余线 头脑聪明人又帅 总之就是完美 可有一天 当所有的谎言都成真 我真的有三百万了 我叫楚曼 是明明的男朋友 这事儿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我叫江明明 是爱看言情小说的珠宝设计师 的助理 嗨 大家 今天晚上我生日 设计部的所有人都要去 没问题 一定去 一定要去啊 周琳 今天晚上我 你别说不去啊 你不去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嘛 好 我们去 生日快乐 哦 对了 明明 嗯 今天晚上的派对主题是卡通睡衣趴 我们都要穿的 我也会穿 所以一定要认真打扮哦 哎呀 这每天 这是我的同事周琳 就是嘲讽技能满分 平时没少给我使斑子 哎呦 干嘛呀 对不起啊明明对不起对不起 姑娘 姑娘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你谷歌惊奇 是个有缘人 你要买我的手穿不咯 可以让你杀过的谎言成真哦 哈哈哈哈 我都不是三岁小孩了 这种骗术已经骗不到我了 再说了 我我平时又不撒谎 我要这东西干嘛 圆子一日 来上场这安排 是夜里厚 再来喝 呜呜 动起来 不是说好穿睡衣的吗 怎么他们 哎 妹妹啊 哎呦我的好迷迷啊 你还真笨重了 土掉渣了 嗯 坐 好了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想要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公布一个好消息 今天孙经理啊 发了公司那部邮件 告诉我啊 我已经正式通过公司的考核 正式升职为设计师了 助理 你是说 公司唯一的升职名额 给你了 啊 对啊 哎呦 你都好明明 说不定过个三五年啊 你也可以升职的 恭喜你啊 我呢 别劝你一句 快别想着什么设计梦想了 赶紧啊 找一个老实的男人 嫁的才是真的呀 我有男朋友了 你有男朋友了 哎 大家 明明说他有男朋友了 就啥 对他还有男朋友 对 我就是有男朋友了 他叫楚曼 身高188 八块腹肌人鱼线 疼恼聪明人又帅 总之 就是完美 嗯 完美 哈哈哈 我先去下洗手间 你 你 是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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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喝多了 而且我男朋友來接我了 我就先走了 江明明 你這麼著急走 我男朋友已經在等我了 男朋友 哦 你那個男朋友是不是那個什麼鎖骨上有一句要信你猜見 你怎麼突然說這個 小說裡寫的呀 哎你看你看 哎你看你看呀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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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把小說男主當成自己的男朋友 你不會是看小說得什麼 我想這呢 你還給我 你憑什麼放我東西還給我 放給他 否則我會讓你付出沉重的代價 你誰啊 我叫除馬 是明明的男朋友 什麼 放給他 否則我會讓你付出沉重的代價 你誰啊 我叫除馬 我叫除馬 是明明的男朋友 直少林 那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書還給我 哼 小心被人騙哦 你一定是被男人欺負的很慘 所以嘴巴才會這麼惡毒 還有 你這身衣服 太浮了 今晚大家好好玩 所有的費用算我的 啊 啊 喂 毛毛是怎麼跟你說的呀 買單的時間你怎麼能萬事說呢 哎呦 我可沒錢啊 我儲慢最不在乎這些了 你不要在這裡挑戰我的底線 大哥 你說點人話行不行啊 如果你繼續發酒瘋 我不介意 用力問想你 你幹嘛 你幹嘛 啊 啊 啊 哇 哇 哇 這麼深彩 起來吧 不軌了 先親了再說 嗯 嗯 怎么了这是 哎怎么晕了 附近 你 你是谁啊 我怎么在这里啊 老李送我们过来 我是老李 楚总的万能司机 兼职他的私人情感顾问 那你又是谁啊 流氓 你干嘛 流氓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做流氓 走开 我用过的平行 想穿梭的时间 到下个地点 我执着的信念 慢慢就要 别逃啊 你追 你 插齿难飞 你是逃不出我储慢的手掌心的 喂 就算你把性骚扰搞成土味霸总 该报的紧我也还是要报的 报警 那 你说 你说 你就 宠慢 疯 我就是宠慢 身高一八八 八块腐击人鱼线 就像 小说男主一样吧 难道 昨天那个大叔说的谎言成真 是真的 喂 大哥 你到哪儿了 不是约好叫我咖啡厅见吗 我 我在门口了 别着急啊 这是 瞬间一栋树 事情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 是很离谱 但它的确发生了 哎 毛毛 我再跟你确认一次啊 昨天晚上 你真的真的真的没有找你那些帅哥给我救场吗 我确定一定已经肯定 我真没有 你再说 我要找的话 我能找到这种级别的帅哥吗 这咖啡能喝齐了 老李 报道 是 收送 这俩活泡 真有意思 哎呀 你正经一点 我问你啊 你觉得 他 真的是我谎言成真才出现的 你管他怎么出现呢 这种人类高质量男性可有不可救 那你说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啊 享受啊 享受啊享受 嘿嘿 来来来 好看吗 买 嘿 哎那边还有呢 老李 除总 不想你好 买一下单 你好买一下单 嘿嘿 你好买一下单你好 好的先生 嗯 这才叫做生活嘛 这可可 这谎言成真这么好使 不如撒个谎试试看 傻卖 放肆 谁允许你借我的产名 这么龟毛啊 来 我问你啊 你知道我卡上有多少存款吗 不知道 也根本不感兴趣 反正不可能有我的钱 是吗 我可是有三百万 整整三百万呢 看样子 我得回去好好纠整一下你的价值分 三百万 那算事吗 嗯 主总下面去哪啊 我累了 我这 什么嘛 根本没钱打进来 主总 江小姐 到江了 哇 往哪儿主总 往哪儿吧 好嘞 这是你的房子吗 住起来也太爽了吧 明明 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 啊 那可不行 毛毛还等着我回家呢 你之前租的那个房子 已经被我买下了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呀 我宠漫做事情 还需要跟别人商量吗 我可以 靠自己赚钱租房子 花别人的钱我心里不踏实 如果你能租到 算不输 我真的有三百万了 哎呀你让开 我真的有三百万了 喂妈 我跟你拍离婚了 什么 你们俩好端端的怎么会离婚了呢 你爸中了一千万的彩票 你中完子就不要我了呗 你们俩好端端的怎么会离婚了呢 你爸中了一千万的彩票 你中完子就不要我了呗 我我真的有三百万了 你中彩票了 宝宝 这钱呢 他都给我一大半 说是生活费 全到账了吗 是到账了 原来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行 我还得去找那个大叔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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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打扰我啊 哈哈哈哈 大叔 你怎么来无影去无踪的 我问你啊 要怎么解除这个谎言成真的魔咒啊 只要你和你编造出来的男朋友 真心相爱 对彼此说出 我爱你 魔咒就解除了 但是 手串变黑之前你就得完成任务 还有 你每说一次话 手串的变黑速度就会加快哦 那要是完不成会怎么样啊 不光你的生活会一团糟 甚至还有严重的后果 怎么去不下来啊 哎大叔 大叔 你去哪了 哎 除卖 我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 我 哎 我 哎 奇怪 我为什么说不出我爱你呢 爱上 除卖计划 首先 首先 该做什么呀 哎 我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恋爱都没谈过 这 这也太难了吧 为什么偏偏就是我呢 我 没人 我去上班了 明明 辞职吧 我养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我特别喜欢上班 所以呢就不劳您费心了 还有啊 下班千万不要来接我 再见 我 我 我 你 初总 老李来为你排游解难 晦气 不过你说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女生拒绝被养呢 初总 如果江小姐这么喜欢上班的话 您倒不如考虑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都停一停 来宣布一个重磅的消息 经过我的推荐 最终选定由周琳的作品 来参加今年的珠宝设计大赛 恭喜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看看他的设计作品 是不是很有灵性 这不是我上次被毕掉的稿子吗 怎么成了周琳的 周琳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设计理念 这个设计理念呢 就是大家知道 我平时都是经常出去旅游的嘛 然后呢 我就画设计稿的时候啊 就想到这个 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太美了 你看啊 你说什么 说你胡说八道 这款莲花戒指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周敦仪的爱莲说 于独爱莲之出于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腰 左边是含苞待放的花蕊 右边的钻石 象征着脱俗的连伴 我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 因为这根本就是我的设计 周琳 你抄袭我的 江明明 你帮帮忙 你脑子好不好呀 我会抄袭你吗 啊 我有证据 你 大家看 这是我的出稿 上周被逼掉了 周琳 为什么你的跟我一模一样 不是 江明明啊 你拿着破织你想干什么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满嘴跑火车 你这个人就是人品有问题 哦 就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家庭背景 你们就可以随便瞧不起人 孤立人吗 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 我我什么时候瞧不起 你这不是什么东西 我瞧不起你 不是看你不看自己什么东西 你说话怎么责任啊 人是周琳怎么可能会抄袭你呢 对吧 孙经理 这个时候你就别装好人了吧 你跟周琳背后到底有什么勾搭 把我的设计稿借花现风 让他抄走 让他升职邀功 还有 孙经理 不如我们今天 就把你平时性骚扰的事情摊开来说说 好好赚拿这笔账 哦 这个是吧 这个 还是有问题啊 你看啊明明 那个咱们公司呢 现在正在选人 要升那个主设计师啊 你得加油啊 再改改 小妹妹 你也不招惹就一个看看 就你这样的我犯得着操扰你吗 对啊 我简直太过分了 谁过分了啊 你把话说清楚 你这个人就是人有问题 我哎有毛病吧 你等一下不起污蔑我 放手我打不死你 你你在水里放手你太过分了你 你 放手 助理 干嘛 放开助理 干嘛呀助理 啊 我打死你了 我打死你了 你弄疼我了放手 明明 没事吧 你来干什么 放肆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 喂 你又是哪个呀 这是我们公司 行就马上离开 你们两个 从今天开始自动立场 哈哈哈 不是你你算老姐啊 你开除我们对啊 该开除的人应该是他 对应该开除是他 大家不要吵了 都是啥 这就是我今天要宣布的事情 我们一挥珠宝 在瀕临破产面临危机的时候 是楚氏集团给的融资 所以说接下来 楚总会是我们公司的新任总裁 想跑 你得先问问明明搭不搭呀 明明不是 那个 我会趁 我长成什么样 都不妨碍你是个人渣的事实 还有你 周琳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江明明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我告诉你吧 你给我等着 楚总 接下来交给你了 好 我在这里 要宣布一件事情 就由江明明 担任本公司的主设计师 这一举 什么 至于奖励嘛 奖励就是 每周只工作三天 每天只工作三小时 超时扣工资 剩下的时间 赔我 你在说什么呀 让开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谁能命令我出门的 可是你这样干扰了我的正常工作 你不肯辞职 那我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你了 保护 你这分明是让我品尝职场的险恶好不好 一个有才能的人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 都能够将工作做好 激将法 好啊 如果我在一个月内顺利拿到优秀员工的称号 你就不能再干涉我 好啊 如果你拿不到 那你就乖乖地回来做我的处太太 怎么样 成交 但这个女孩怎么那么难懂啊 在小说里面 只要按照既定方式和语言体系 就能解锁happy ending的结局 在这儿 初总 我听说 人类的大脑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 最精密的器官之一 你搞不懂它太正常了 那你知道 做人是什么感觉吗 我不知道 我从来不做人 哎 初总 你为什么对江小姐那么伤心 不知道 但也不重要 我只在乎结果 她只能是我的女朋友 哎 可人现在生气了呀 那你说怎么办 不如 您给她举办一个盛大的派对 让她成为这个派对的焦点人物 有一种 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 怎么样 哇 这是为我准备的呀 Cross the sky 风雪日夜 周地我都没有定限 Oh wait Oh close my eyes 海平地闪烁着 自虚下的落叶 Oh I want to do you superman 只拯救这世界 午后会不停歇 爱你 好像有星星路人的眼睛里了 这个储慢 不光会玩尬的吧 我堂钋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女朋友冥�000的派对 希望大家玩得尽兴 敏敏 好久不见 是挺久的 你们认识 这是我大学时期的学长 你好 我是张兄 我是敏敏的男朋友 吴敏 你什么时候谈谈恋爱呀 就前不久关你什么事 明明我们去那边 嗯 这储们到底什么来的 方便那男的和江明敏又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 江明明怎么可能会跟这种有钱人搞在一起 不知道啊 他是从哪儿攀上的高枝呢 还是不知道啊 怎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 问你不如问一只猪 不是他猪他也不知道 行了别费缓了 这姓江的把我们搞这么惨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好过 刚才那个男生是我大学实习的学长 我们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近 不过后来他出国了就没联系了 那种男人 不知道我为他付出关注 不装 诸总 为了庆祝您成功上市 咱们今晚不醉不归 你去忙吧 我去那边看看 走 走走走 明明 刚刚也没来一说人几句话了 有时间一起吃饭吧 再说吧学长 最近可能没空 我再陪你喝一杯 我再陪你喝一杯 这酒不干净吧 这酒不干净吧 咳咳咳 您好 我想要一杯饮料好的 哎 兄弟 那小姐是不是要饮料啊 是的 我再给他 谢谢 嗯 谢谢 人呢 一会儿 你把江明明眠晕 我把那个叫张修的人也眠晕 把他俩拖到房间里 用自拍的角度拍下江明明劈腿的照片和视频 这下江明明有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楚喽 高啊 高兴 高兴 人不在 我先占点便宜 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让我来的吗 放开我救命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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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就 哎 男朋友是吧 没用的 楚宗 你给江小姐买的礼物到了 就在他门口 知道 你上次的接着 你正好 真的吗 好 那更好 我可以上厉害了 我为你先去 我先去 我准备了 你 啊 主导 啊 啊 你是吃了熊心抱死他了 敢动我的女朋友 老脸 这就交给你了 让他后悔 偷胎做人 是楚总 你明明 你啊 哦 好疼 明明 你没事吧 楚曼 我带你出去 啊 嗯 走开 别碰我 初曼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初曼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的 这回叫你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你是我 世界陌生 你什么时候叫过我老公 所以 这条信息肯定不是你发的 好了 没事了 老李已经报警了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奇怪 我的心跳突然跳得很快 有一种 说不上来的感觉 那 是因为我吗 是 你可能是 担心我吧 原来这个叫做担心 你以后不要再让我担心你了好不好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自知回来吧 啊 啊 储慢 明明 怎么又来上班了 估计到昨天晚上 我跟你说过的话了吗 那我们之前还有过赌约呢 你也不记得了 我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人 我决定了 我要把公司关掉 还有 我已经下达了封杀令 在珠宝设计里面 你是找不到第二份工作的 明明 你不要怪我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保护你 你这是保护还是圈养啊 我怎么可能不怪你啊 你根本就是不讲道理吗 我们之前还有过赌约的 你现在这样就是言而无信放肆 我就是道理 还有 把这身衣服换掉 以后 不要再穿 凭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 什么 我爱穿的衣服谁也管不着 还有 今天这班我上定了 你 哪里 问你个问题 如何让女朋友乖乖在家听话 如何让老婆更加喜欢我 诶 楚总 这是两个问题啊 放肆 讲究不想要了 您得让江小姐吃醋啊 比如 牵牵其他女孩的手 或者 停 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有再多女人喜欢我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搜主意 没有 问你还不如上网搜呢 这么看来 我的行为和教程上如出一辙 所以 他肯定喜欢我 这是口是心扉 看来是时候 准备结婚的事了 除总 用其可加 明明 我觉得这份设计 这个地方可以再改一下 嗯 对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别增 也可以再精简一点 对 因为这个材质 不太适合做在这里 嗯 整体都很不错 配色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咱们这次 嗯 好 那我下午统一改一下 嗯 嗯 明明 嫁给我吧 什么我说嫁给我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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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啊 我是张修 我们几个老同学组了个局 要不要来去一下 哎 书漫 我勒令你 不许再和这个人来往 书漫 你冷静一点手机还我 还给我 明天我会送你一部新的手机 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这部手机 你别想再见到他 书漫 书漫 楚总 我 我 除漫 我的手机呢 这是你的新手机 我不要这个 我要我自己的那部 你的旧手机被我扔了 我除漫的女朋友怎么 扔了 为什么要扔了呀 谁让你扔的 你知不知道那个手机里有我一家三口的合照 还有我以前作品的照片你凭什么扔了呀 我听来听去 不就是一些照片吗 没了可以再拍啊 怎么了 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不就是一些照片 你怎么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感情的吗 你不知道照片的珍贵是因为回忆吗 啥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他怎么能哭得这么丑啊 我也能哭成你这样吗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也能哭成你这样吗 上一句 我说 你怎么能哭得这么丑 我不太再说了 他怎么哭得这么丑 除总 看来你也跟我一样 变成孤家管人了 你这嘴巴 不是这么用的 对对对对对 这张嘴是让我们商量怎么把江小姐哄回来的 那你说 怎么哄了 先把手机找回来 你这几天的遭遇 堪比言情小说狗血片段紧急了 不过呢 储慢的英雄就美 还成流美天花板 你就不心动啊 哎呀 说一点都不心动肯定是假的 但是呢 我刚觉得他可爱 他就霸总附体 我都让他给气死了 傻慢 嗯 你觉得这个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 你看这个手串 每天都在变色 当初是谁天天喊着要霸总的 我算是明白了 我呀 这叫夜宫耗龙 真给我一个霸总我才受不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 尊重我的 以我为中心的 哎呦 哈哈 妈妈是吧 好久没见 你好 呃 我能单独跟妹妹聊聊天吗 可以啊 没问题 这回头草案 给我都不吃 你是一年级的江明敏吗 你是哦 我是二年级张修 之前在刘老师的课上好像见过你 张修学长呀 你好 我之前看过你的获奖作品月亮全 觉得你很厉害 嗨 那个也没什么 就是之前假期的时候出去走了走 然后有些创作灵感 你也可以的加油哦 嗯 恩 学长 今天玩的很开心 谢谢你送我的兔子 我先回家了 哦 那 tapa 明明 你到家了 给我发信 嗯 爱方面 咪咪 徐总再见 那你到家了发消息啊 咪咪 我 出国了 因为时间紧急 没来得及和你说 以后 我们有缘再见 祝学生 明明啊 其实我这次 是为了你回国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 不成熟 很多话也没说清楚 就一个人 出国留学了 没关系的学长 我这么说有可能也不信啊 其实这些年我 心里一直有你 你也一样对不对 学长 其实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住 普通朋友挺好的 不过明明我听说啊 那个储曼好像是个怪咖控制狂 才不是呢 储曼 储曼 他对我特别的好 从来不会逼我做不喜欢的事情 而且 大多数时候他都听我的 以我为中心 他就像一只乖乖的奶狗一样 我倒是希望你说的这些 是真的 不过明明啊 自欺欺人 是没有意义的 也一样 找着呗 找着呗 走那边放一放 你给他上面找那边那边 哎老李 你干嘛呢 冰冰 冰冰 楚曼 你怎么跟坏了一个人一样 冰冰 这是你的手机 我给你擦干净了 还贴了新的手机膜 冰冰 你搬回来吧 我们不吵架了好不好 那是你的承诺呀 难道你不是男人 要不 我还是搬回去住吧 你先把我接个电话 喂 你谁啊 周小姐 这么快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忘了 不是你要干什么 我不想干嘛 我只想跟周小姐聊一聊 怎么一起对付江明明和他那个男朋友 地址我发你你过来找我吧 你干嘛呢 楚曼 你干嘛呢 我以前怎么会穿这么古本老套的衣服 我都给扔了 有钱任性 等一下 你今天 真的很不一样 让女朋友感到幸福 是男朋友的天职 那 女朋友可以再请求你一件事吗 你说 我想回公司上班 这有什么问题啊 下面 我正式宣布一个消息 江明明 通过考核 成为公司的设计师 大家鼓掌 我怎么感觉楚总今天怪怪的 就是像换人一样 楚总 你叫我来干嘛 哎 以后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 啊 你工位上的东西 我会叫人给你搬过来 那你在哪儿办公呀 我也在这儿办公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 做你的贴身小助理啊 你看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 无比美味的 什么粉来着 螺丝粉 谢谢 你怎么想到买这个的 今天中午有个同事过生日 请我们吃的就是这个 我就想着 带回来给你尝尝 哎 敏敏 什么是生日啊 你没过过生日啊 我不知道生日是什么 这个东西它很重要吗 它也太可怜了 我应该帮帮他 让他也有一些 温馨的回忆吧 淳万 明天你陪我参加一个 珠宝设计师交流会 结束之后呢 我有事找你 记得啊 明晚不要有任何安排 你要干什么 我呢 要给你一个惊喜 一个巨大的惊喜 以上呢 就是这次我演讲的全部内容 希望在座的前辈可以提出宝贵的意见 哎 王女士 谢谢 长江学长 敏敏 哎 你怎么来了 快来看看学术教练会吗 哦 哎你别动啊 别碰他 他是我女朋友 现在的小朋友 都这么沉住气啊 那也比你这个中年油泥大叔好 明明 我们回家 这里招男含量高 控制好 江明明 是你吧 刘老师 哎呀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课程的时候 你都是做第一排的 是吧 刘老师 好久不见 恭喜您啊 已经成为珠宝协会会长了 哎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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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正好今天呢 张修也回国了 我们几个老师和以前的同学 一起组了个局 大家一起聚聚 您也来参加吧 明明 你答应过晚上会给我惊喜的 明明 咱们好不容易跟老师见上一面 今天晚上聚餐一定要去啊 好 但你们先去 我晚点的 嗯 那我去开车 啊 好 来你啊 嗯 好嘞 明明 你说过晚上要给我的惊喜 难道就是这个吗 怎么会呢 你放心 我不会食言的 相信我 嗯 什么 嗯 我怎么 嗯 嗯 你去哪了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别扔掉我 是不是就像我扔掉那件垃圾西裝一樣 哎呀主慢 我沒有扔掉你 你看我飯吃到一半就偷偷溜回來陪你了 別生氣了 嗯 哎走去看看我給你準備的驚喜 走嘛去看看嘛 走啦 走 這個蛋糕是我親手做的 為什麼會有蛋糕啊 我想給你補過一個生日 你知道生日的意思嗎 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說 生日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嗯 因為 總有一些人會因為我們的到來而感到幸福 嗯 那我的生日值得慶祝嗎 沒有人會因為我的到來 而感到幸福吧 當然會有了 我就因為你的到來而感到幸福啊 快嚐嚐蛋糕吧 是我自己做的 嗯 怎麼樣 好吃 對了 還有一份禮物要送給你 打開看看 我也沒什麼才華 你就將就看看 我是希望 給你補一個完整的人生 我 青春一場陌生的雨 一點一滴 無聲無息 來了 又無局 連散場也快入潮汐 我 我想老心 陌生的你 人海邊緣 流血雨滴 挽留 回憶 能否再晚一撩下你 在近距離 回憶起 回憶起 相愛又想 隨時抽離 喜歡嗎 又怎能 抹去 恨你 我很喜歡這話 為什麼 因為 真一閃而過的光 碰的一聲 就變成了永厚 我 喜歡嗎 喜歡 我很喜歡煙花 為什麼 因為 這一閃而過的光 碰的一聲 就變成了永厚 看一個煙花 也有這麼多哲理啊 不是哲理 我的意思是 美好的東西 即便它再短暫 也遲短 冥冥 我今天知道 落淚是什麼感覺了 來 你看 這是我們的合照 以後每次看到這張照片 就能想到今天的場景 所以啊 每一張照片 都是珍貴的回憶 所以 那次我把你的手機扔掉 你才會那麼生氣吧 沒關係 我早就原諒你了 可恭喜 天靈 我愛 親愛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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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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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名片 今天我要宣布 近期备受关注的蓝宝石项目 已经成功被我们议挥拿下 今天呢 召集大家来开会的目的 就是想向大家宣布蓝宝石项目的设计师 设计师是 江敏敏 感谢楚总的信任 但是以我目前的能力 其实很难独立完成这么大的项目 不是独立 敏敏 我帮你 公司那么多设计师 还轮不到你来帮他 姓张的 我奉劝你 赶紧离开我的公司 否则要你好看 朱总 一回 就是这么对待合作方的吗 姓张的 我告诉你 我宁可放弃蓝宝石的项目 也不会让你靠近明明办 储慢 公司公司是私 怎么能拿工作的事当儿戏呢 小朋友 真正的情感者 是不畏惧紧张的 哎呀 怎么那么大一股酸味啊 我看看谁是错了 你别生气了吗 我跟学长只是在讨论工作 你也知道那个项目很重要的 明明 学长 什么事啊 是啊 呃你之前发给我的设计稿 我看了 整体来说没有问题 就是缺乏点亮点 最近流行国潮 不妨加点中国元素进去 刚好查了些资料 你看一眼 嗯 你看啊 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都可以进行调整一下 明明 设计师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嗯 我会帮你的 初总 你 懂设计吗 我不懂设计 但是我懂审美 你这样的行为 会影响我们的 创作状态 如果你的创作状态 这么容易被影响的话 那我觉得 你并不适合这份工作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两位别吵了吗 嗯 学长 初总不是这个意思 初门 那继续吗 嗯 那这儿都可以进行一些 西北上的调整 加一些中原 哎呀你干嘛呀 这么忙了还不睡啊 我得把方案改完呀 你改不完就不改了嘛 又不急 你乖乖去睡觉 别耽误工作了 你自身对我很冷淡 不是对你冷淡 我最近真的很忙 你也知道 我很想把这个项目做好 哎 那要不我们换个设计师吧 这样你就有时间陪我了 嗯 楚漫 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这工作上的事情怎么能像过家家一样呢 那谁这么说 张兄 你 哎 我不跟你说了我上去 哎干嘛 你想不到我就给你哎 来啊给我 乃狗乖是乖 但也太宁人了吧 哎 看看 设设计稿终于完成了 我马上发给他们 我就说嘛 你一定能学的 学长 这次多亏了你才会这么顺利 这里面好多创意点都是你提的 客气什么呀 分内指示 哎 要不今晚 楚漫 学长 我先回去了啊 楚漫 我先回去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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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睡了 明明 今天珠宝展 那个姓张的也来啊 晦气 挺慢 你又来了 明明我告诉你 那个姓张的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早晚要把他踢住这个项目 我早晚要把他踢住这个项目 哎呀我们先上去吧 明明 走啊 学长 学长早啊 那我们进去吧 啊我帮你拿包我帮你 啊我我自己可以 明明我们去那边吧 我们去那边吧 这边吧 出外 学长 哎那不是周琳吗 他怎么跟范雅珠宝的人走得这么近 范雅珠宝 这名字好好说 这是跟我们一辉地位差不多的珠宝公司 你这总裁怎么当的 主总您好 我是范雅珠宝设计师周琳 有机会合作 范雅珠宝也不怎么样啊 连抄袭的人都着 哟 这不是江大设计师吗 怎么肯屈尊来到这种展会啊 周琳 你说的话 就跟你做的事情一样 上不了台面 你 低级绿茶的第二步 永远是大巴 怎么了 八点档的狗血剧情还没看够啊 我要求你向这位小姐道歉 看什么看 没见过赛哥 那边去那边 你刚太过分了 我刚太过分了 我要向江明敏道歉 是不是啊张教 我 我是怕你很帮忙 没想起来啊 张先生 聊聊吧 你有什么想法 周小姐啊 其实 你我之间 有共同的敌人 有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 虫漫 只要你和我一起想办法 搞垮虫漫和江明明 我非但不追究 你之前过下米药的事 还保证你有捞不进的好处 几乎几乎 几乎五百 父母的信息也查不到 我们就从他下手 你务必从江明明口中 偷出话吧 看看这个蠢人到底什么 还有 我刚看蠢人好像坏了个人一样 你得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放心吧 我发现你 不光漂亮 发现聪明 我漂亮 还是江明明漂亮 江明明那个聪明 怎么跟你比啊 这枚戒指很漂亮啊 明明 喜欢这面戒指吗 喜欢啊 挺好看的 帮我把这个展品取出来 送给这位小姐 送给我 姓张的 他喜欢什么 还轮不到你来送啊 这款戒指 可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 就给朋友用一下而已 我想在场的各位 应该没有人 比我更适合把它送人的吧 出卖 拿好你的破戒指 别拿出来丢人现眼 没有 灵灵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哎 哎哎 哎 嗯 我 这也 这也 天明 我知道你喜欢主要设计 所以 姓张的不过只是送了你一枚戒指 而我 就送给你了一个梦想 好尴尬呀 一辉这家公司上到总裁下到设计师 心思都用在乱搞男女关系上了 各位这样的公司简直就是我们设计界支持啊 你们信得过吗 信不过 你一个恶毒女配怎么幽魂不散呢 什么男配女配的 楚总 您真以为拍偶像戏呢 这里是展会 是一个专业严肃的场合 您一大总裁 在这里搞什么球爱真人秀 张点心吧 你楚曼别说了成熟一点 我不成熟 江明明你是看不上我了吧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 明明也是好心 楚总有什么话咱回公司说 你小子就礼貌哭耗子假自卑了 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接接明明 楚曼 你够了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楚曼 你说谁女配呢 你警示清楚 我中了一白负美 你不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好意思啊学长让你看笑话了 你别管我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要不 我陪你喝一杯 可是楚曼他 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不能这么一直惯着 走吧 走吧哎学长快走吧 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男朋友 怎么就这么难呢 明明啊你跟 初总怎么认识的 我还蛮好奇的 我说出来吓死你 我呢说了一个谎 说我会有一个霸凑男朋友 他就真的来了 明明我跟你说真的呢 我也说的是真的 我算的谎言是可以成真的 你不信 我试着你看 你还记不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 你送给了我一只 蓝色的玩偶 记得啊 不过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白色的吧 对 你没记错 是白色 但是你看 刚刚我跟你说完谎之后 他就变成蓝色 你相信了吧 你相信了吧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这些男友的人设还会变 哎 就来自我平时喜欢看的小说 哎 有两句消息 嗯 别别啊 你竟然对现在的储慢不满意 你有没有考虑过 让他改变一下 改变 改变 哎 你想想看啊 现在的储慢呢 又黏人 还不成熟 我不喜欢这样的男朋友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 如果储慢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 并交 对并交 这样的男朋友呢 又成熟 还有魅力 你喜欢得到这样的男朋友 不不行 我不能再说谎了 会叫报应的 你面 你不用害怕 啊 有什么系列话你就说出来 好 我想 我的男朋友就是并交 我喜欢 我喜欢并交男朋友 哎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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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再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在你 我爱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 我会不会像你 如果你再讓我看見你接近他 你就是個死人了 走 江敏敏 好好享受你的心靈 你醒了 楚曼 楚曼 我的頭好疼啊 昨晚怎麼斷片了 我都記不清發生過什麼了 你昨晚喝多了 我記得還有張修學長 我跟他在一塊喝酒 張修是個仁渣 不過你放心 我會處理好這件事情的 楚曼 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我看學長不是那種人 冥冥 相信我 我會徹底扒下張修這張狐狸皮的 老黎 繼續二十四小時跟蹤張修 他出入過的場所 一定要拿到監控 明白了嗎 是 情感專家便私家偵探 花多的人 要小心舌頭 是 楚曹 我 我怎麼覺得 你好陌生啊 陌生不好嗎 陌生才有新鮮感嗎 就像 新鮮血液的紅色 才能自己感官 不是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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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 你跟周灵什么关系 我们能什么关系 不太熟 不太熟 不太熟就能堂而皇之的接吻吗 初总啊 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不满 可是你再讨厌我 也不能这么随便的污蔑我的 是啊 初曼 你在说什么呀 明明 你太善良了 今天我就要让你亲眼看看 张修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老李 是 初总 是我漂亮 还是江明你漂亮 那肯定是你漂亮了 江明明的存国 明明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学长 你看看 他女傅夏天的模样 我妈你干嘛 林兄 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帮我爱人委屈你的 明明 你一个谎话经 有什么资格骂我 你 你 你 明明 明明 老李 快点去胡说 初曼 对不起啊 这次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盲目相信张修的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我又不在乎一回 你知道的 我只在乎你 在乎你是否像一只金丝雀一样 在我的掌心中你叫 金丝雀 我好淡淡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比喻啊 因为我宠爱你啊 你什么都不用想 你只需要乖乖地待在我的身边 不离开一步就好了 可是万一 我 好了 你换一身衣服 跟我出来吧 看看我为你准备的惊喜 哇 这是 烛光晚餐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喜欢吗 喜欢 谢谢 帮我拍张照吧 好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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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就是这样了 感觉少了点什么 等会 你这花好好的干嘛把它掰断呀 为了美而牺牲这算得了什么 来 留住 对就是这样放松一点啊 放松一点不要笑 表情要冷酷一点冷酷一点 楚漫怎么像换了个人一样 有点像我看过的那本小说的病胶男主 没想到我也可以拍出这么高级的照片 你看这张好有意见 还有这张我也很喜欢 好了 我们吃饭吧 嗯 对了 老李呢 他吃过了吗 他一个下人 你替他做什么 下人 你们 你们吵架了 如果 你再在我面前 提到别的男人 我就 你 就怎么 我 我就 妈你请我吃饭 你吓到我了 好了 我们吃饭吧 嗯 煮饭 谢谢你 唐宾 喂 猫猫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我想跟你说 这次楚漫 变成了病胶模式 病胶 那是什么状态啊 特别的浪漫 而且 说话也很有情调 昨天 我们刚吃了一顿烛光晚餐 他送了我一束白玫瑰 还给我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 总之啊 这次完全是理想型男友 那你爱上楚漫 岂不是指日可待了 嘿嘿 我说 金丝却 再也不用画设计考了 楚座 您就这样烧毁了江小姐的心血 她知道以后不会伤心吗 如果你敢让明明知道是我烧毁的 那你下半辈子 就做个哑巴吧 啊 是初葬 您为什么 还轮不到你来问为什么 立马从我眼前消失 我看了 你一直想要 你必须而生 你的 陈葫芳 让我来 Это 你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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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小姐 您没去上班啊 我最近在休息 张池有度嘛 对对对 只有休息好了 才能画出 更好的设计稿 老李 你跟他说什么呢 设计稿 没有初总 我 我 不是我 老李 你干嘛这么怕他呀 我还有点事 我先回公司了 我先走了初总 老李 老李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对了 除卖 我呢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我想明天就回去上班 上班 公司怎么回事呀 我合同都已经交了一个星期了 初总就是不批 我该怎么向合作方交代呀 就是啊 所有的工作汇报上去 一点反馈都没有 什么情况啊 再这么下去公司非倒闭不可 哈喽宝贝们好久不见呀 周琳 嗨 哎呀 公司不行了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公司啊 可是这样不好吧 哎呦 都火烧到眉毛呢 你们还在考虑什么啊 你们一心为公司着想 可是公司为你们考虑过吗 对不对 林立说的也没错 我看这个除总 不像是认真开公司的人 你们的订单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你们议会珠宝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 您双二五走 我马上联系领导为您 狗屁领导 都是一帮废物 我来到这也没有人接待 谁跟你们这样的公司合作 谁倒霉 退单 实在不好意思 我马上联系 赶紧把人给我找来啊 哦 楚曼 公司的人被周琳他们挖走了一大半 客户也纷纷退单 你赶紧去看看吧 这种公司 倒闭了挺好的 你在说什么呀 这种公司 倒闭了挺好的 你在说什么呀 灵灵 我已经准备把公司关掉了 关掉公司 你有考虑过 这对公司员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吗 而且 你有考虑过我的想法吗 好 你会是你的公司 你要开要关 我确实管不着 但是 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去别的公司工作 我 灵灵 我的小金四雀 你除了待在我身边 你哪儿都别想去 楚曼 你怎么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我什么样子 你狂妄自大 不尊重别人 总之就是讨人厌的样子 灵灵 时至今日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仍然坚持着你那可笑的设计梦想 可笑 我的梦想为什么可笑啊 难道做你的计辞圈就不可笑吗 当然 因为你那块存放着各种设计稿的硬盘 已经被我烧成渣了 烧得干干净净 一点都不烧 你说什么 你烧了我的设计稿 对 对 成了 简直不可以领域 你干嘛 你要干什么 手机给我给我 你在给谁打电话呢 你想逃 对啊 没错 我们在一起拍照 我们一起吃烛光晚餐 我们一起听音乐 你不快乐吗 是 那些是快乐 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好可怕 可怕 我那么的爱你 你居然是我可怕 不是 这是找故意 对不起明明 我不是故意的 明明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这样的 明明 你拿去哪 我要离开我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会照顾你的 你放开我 变态 明明 你不能走 你走 你不能走 你放开我 明明 我不会让你走的 你放开我 你要去哪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外面都是坏人 你只有在我这里 我才能保护你呀 你放开我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变态 啊 宝贝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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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张子 给我喝 给我张子 为什么我不吃 喝 你干什么 你疯了 不吃是吧 我看你能撑多久 到时候 别来求我 疯子 啊 是我老李 我先扫了啊 我先扫了啊 哎呀 你先别打扫了 你觉不觉得 最近的储慢 让人觉得很可怕呀 让人不能再爱了 哎呀 爱什么爱呀 工作跟感情要分开 老李 老李 说正经的 你能不能帮帮我救我出去啊 张小姐 虽然你的请求很危险 但是我愿意碰 真的啊 真抢义气 哎 那这样吧 一会呢 你负责帮我联系毛毛 让他来接我 我就负责支开储慢 确保计划顺利进行 怎么样 不怎么样 储慢 储慢 哎 你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 听你说 你想怎么样离开我 还有老李啊 你也背叛过了 楚总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别走 还轮到你来教训我 快跑 江小姐 放开 快跑江小姐 绵绵 你要去哪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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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 救命 我的小金丝却 快到我的怀抱里来吧 老李呢 你把老李怎么了 老李 那个判断 已经妨碍不了我们了 冲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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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点 要不这样 我们一起去死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好不好 你疯了 你把刀放下 哈哈哈 只能说个谎试试 看楚曼能不能变一个人格了 你要把我换掉 你不要 你不要我了 我不允许 我不允许 他们没完 我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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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男朋友是一个暖暖的男生 从来不会伤害我 喂 你干嘛把我捆着快把我松开 唉江小姐 她脸上的力气好像没有了 什么呀万一万一他是装的呢 哦 有道理 那就再绑一会吧 老李 你快把我松开 你看你看 圆形蔽露了吧 果然还是不能松 对对对对对 万一他再对江小姐不利怎么办 你谁啊 你干嘛在我家啊 你 你不认识我了 哎楚总 那你认识我是谁吗 老李你变成鬼我都认识 你快把我松开 等等 嗯 那你记得张修吗 张修 他好像是个设计师 周琳呢 周琳 他以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回来跳槽了 哎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别那么多废话 快给我松开 等等等等 你 记得老李 记得张修 甚至连周琳都记得 就是不记得我 你别废话了 你快给我松绑 快 晚 不是吧 楚漫把你忘了 你怎么弯成任务啊 我也不知道呀 这眼看着 珠子也没剩几颗了 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爱不上储曼 我觉得 言情小说 跟现实生活完全是两码事 爸总的储曼 看上去很有安全感 可是 你跟他在一起 就必须完全按照他的想法做事 很累 乃狗的楚漫呢 不成熟 又粘人 你不行 后来那个病交楚漫 更别提了 看上去很迷人 浪漫懂情调 但是真的太危险了 这言情小说呀 我看 就是把好的一面放大 对那些不好的就闭口不提 烦卖幻想吧 你别说言情小说了 现实生龙龙龙的男人 也没有完美的呀 那你一辈子不谈恋爱了 我不是完美主义 我只是觉得 感情 不该是我和楚漫这样的 好的感情 应该是两个人自然而然的吸引 相互走到一起 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无论好的坏的 彼此的手都不会松开 确认 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 那又去做呀 现在也只能这样试一试了 这位 江小姐 你说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呢 你要多花时间陪陪我 这样才能找回属于我们的记忆 那我以前喜欢你什么呢 喜欢 我们楚总的品味一向都很独特 独特 我热情开朗 真诚大方 努力上进 还有那么一丢丢美貌 他喜欢我怎么就算品味独特了 江小姐说的是 那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就 你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我们就在一起了 江小姐 你不觉得你自己这种说法很离谱吗 还有 老李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让他继续住在这里的 但 你以后还是少交一些这样奇怪的朋友 那你不想找回记忆了 如果是没用的记忆 我也不是很想找回来 嗯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放弃的 老李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效益这么差 管理这么乱 我之前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在这上面 因为将 不许听那个字 因为 金 金 这是小姐 出去 是 回来 说正事啊 虽然我们储氏集团实力雄厚 但给不了我成就感和价值感 如果能让这家公司起死回生 那一定很刺激 这样 你线上财务部门 把人工们的工资 该发的都先发了 剩下的 从长提 是 初总 哎 你发工资了吗 收到了 收到了 初总可算回来了 他这次状态完全不一样 是经历什么 他怎么了 谁都知道了 初总 亲爱的同事们 很感谢你们还愿意留下来 与我并肩作战 接下来将会是赏持久战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进退 我储曼 不会亏待你们的 这样的储曼 好有魅力呀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一辉这么大的公司 不会连代课知道都没学会吧 那也要看是什么课 值不值得尊重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楚总吧 我是 请问您是 范亚珠宝 林默默默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楚总吧 我是 请问您是 范亚珠宝 林默默 早就听说过 我来呢 不为别的 开门见山 我想收购 一辉珠宝 收购 不行 这位就是江小姐吧 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 您要是想长远发展的话 应该统一加入我们才对 一辉珠宝从创办以来就跟范亚珠宝齐名 不是你们想收购就能收购的 江明明 这轮到你讲话吗 你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敢跟我们林总叫嚣 你们就是这样代表公司形象的吗 您说的没错 一辉珠宝在行业内的确足够优秀 可是此一时比一时 靠着楚总的钱包维持现状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哦 我的公司周转正常 就不劳林小姐费心了 不过 既然来了 也不能让您白跑一趟 不如 你们范亚与我合作如何 那就要看楚总的诚意了 我需要时间了解 一辉珠宝 还有你 我会让您看到我的诚意的 岂有此理 从哪里冒出对林默默 看来这个林默默 一定是济于楚总 可是我觉得 那个林小姐长得又漂亮 学历又高 还是女总裁 跟楚漫 简直是绝配 江小姐 心态放平 不能认输 百瓶临默默默 我先去睡一觉 睡醒了再说 嗯 楚总 楚总 你来了 你去调查一下 今天来钻石价格的波动情况 我们和默默合作的下一个项目需要 还有 你去做一份 祖母绿宝石产地的分析报告 她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采购 弄着干什么 去啊 明明 等一下啊 明天晚上 我想一起在家里吃个饭吧 想吃什么你来钉 我好让老李提前准备 好 我果然没看错楚总 您提交的这份合作方案 非常有说服力 林总 过奖了 林总 有句话 我不知当奖不当奖 卢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谐 但说无妨 之前 你带来我公司那两人 张修和周琳 之前是我公司的员工 老实讲 人品不怎么样 希望林总 用人的时候也要看清楚一点 谢谢楚总的提醒 那两个人 我会看着办的 对了 对了 楚总 音乐会欧罗巴迷雾的门票 希望楚总闪光 林总 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听音乐会啊 就像上次我说的 只要给我时间 我一定可以了解你的公司 还有你 你说 林默默不会因为储曼那张脸蛋 就答应让他们两家伙走吧 不可能 如果林默默要是林不清的话 张修周琳 这是林总给你们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们的词推书 林总说了 你们之前在依辉做的点肮脏事 他都知道了 你说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林默默人呢 我要见他 他叫过个拆巧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林默默 你说啊 是这样的 嗯 求你再让林总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些事呢 都是张修的主意 跟我没有关系的呀 周琳 你太不要脸了你 林总 真的 你跟林总说说误会了 都是误会 你你再跟林总说一下 真的不关我的事 楚总 老李 嗯 你觉得 这个林默默怎么样 漂亮 聪明 大方 这是 他约我去看音乐会 你说 我去不去 不建议前往 容易失身 你觉得我跟他不合适 但是您最爱的是江小姐呀 您难道忘了 老李 你老说这个江小姐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最爱的人 可是 可是我对他根本没有过去的回忆 他现在只是我公司的一名员工 你说的这个爱 又从何谈起了 所以您现在会接受林小姐的追求吗 接受他不上 但至少 我跟他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不管如何 我支持您的一切决定 起来 快吃吧 嗯 味道不错哎 你这么吃 哪能体会到撸川的乐趣啊 你像我这么吃 你看 嗯 明明 嗯 我有事要跟你说 嗯 你说 我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 嗯 你是不是重新找回 对我的记忆了 对不起 我完全没有想起 我们之前的事情 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谁也不要提起 这样啊 好 我明白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啊 你不用说了 其实 我应该向你道歉的 之前是我硬把你绑在身边 确实对你不公平 你会觉得不舒服 也是难免的 没关系了 我都理解的 你放心 我明天就去找房子 我会尽快搬走的 其实你也没有必要 除曼 我 我吃饱了 我想先上楼了 都原谅 轻轻轻轻轻的唱 慢慢回荡 我后悔的那些纠缠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接受你给的光 轻轻的唱 但待忧 我回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会笑 在我 身旁 我 大叔 你还记得我吗 之前买过你竹创的那个 記得啊之前那位援主嗎 對對對大叔 你之前說要和楚曼 互相說出我愛你才能解除詛咒 但是現在他不愛我了怎麼辦呀 那就完不成任務了 不行啊大叔你得幫我 你得讓他回心轉意啊 我只是個賣手串的 你和他的感情是 我管不了 不行啊大叔 你不能這樣管山不管埋啊 那這樣我完成不了任務了 到時候柱子全部都編乾了 那我能怎麼辦啊 姑娘我又沒說你會死啊 死不了啊 莫怪大叔話多 現在的你真的捨得完成任務嗎 你要知道魔咒一旦解除 楚曼在你的生活中 就會消失的無影無蹤 你永遠都見不到他了 今天我們一輝與范雅珠寶 正式確定了戰略合作關係 感謝林總願意接受我的意見 給我們雙方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褲總您過獎了 還要感謝褲總 讓我們范雅珠寶 收獲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合作夥伴 接下來就請大家多多關照 多多指教了 小聲點 咪咪還在這呢 他們是分手了嗎 你有晨跑的習慣嗎 沒有 不過聽上去挺想試試的 好啊 那明早我們一起跑 我去找你 好 沒問題 林小姐 江小姐 沒想到在這裡見到你 我來找褲曼一起晨跑 老李說他在樓上換衣服 那我 早啊 早啊褲曼 早明明 急這麼早 哦 哦 我準備再去睡個回弄覺的 小小姐 你不能就這麼讓他倆雙素雙 哦不對 成雙成對更合適一點 這樣也挺好的 對誰都好 謝謝你啊老李 愛情是需要勇氣的 江小姐 露死誰手還不一定呢 算了 我累了 我決定 這個任務 我徹底放棄了 這樣 至少褲曼不會相失 我每天都能看到他 足夠了 莫莫 莫莫 有個事我得跟你說一下 其實呢 明明是老李的朋友 他只是到我這兒暫住幾天 過段時間他就搬走了 其實我也覺得這樣對明明不太好 你一個大男人倒是無所謂 但是流言蜜語 最容易中傷女孩子 好 我知道 我會想辦法解決他 別哭這臉了 走 跟上 除褲曼 除褲曼 你感冒了 不是很嚴重 謝謝你的關係啊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哦 這份文件需要 需要褲總您簽字 拿過來 雖然我和除褲曼沒關係了 但他生病一定很難受 還是幫忙煮點粥喝吧 你們回來了 我今晚就搬出去 就是搬出去之前 肚子有點餓 煮點粥吃 反正你已經在這裡住了那麼久了 也不差這一天 留下來吃晚飯吧 正好你和睦睦也認識 我倒是不建議和江小姐一起吃晚飯呀 但是 還不知道人家晚上有沒有安排 你們吃吧 我就 江小姐要是有安排的話 怎麼可能自己煮粥喝呢 你們想吃什麼 中餐 我保持身材 晚上不吃太油膩的 那正好 老李 去盯那家西餐廳的外賣 好嘞 好嘞 開動吧 人24小時超長待機 專為儲總服 寶貝 你看 楚门 你怎么喜欢吃这种灰乎乎的东西啊 哎 李小姐 这种小事你交给我来就行了 食物嘛 能吃饱肚子就行 不用那么强强 哎海鲜会饭 楚门你尝尝这个 李小姐 楚总对虾仁过敏 这不是谋杀他们吗 行行行 各位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 明明 各位同事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一挥珠宝 这个季度的KPI 已经超额完成 你咯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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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 奴 一挥珠宝 老李 你在干什么 这又不是音乐亭 每逢喜事必拉此曲啊 楚總 嫁給我吧 什麼 我說嫁給我吧 我聽說過兩天 有一個歐洲交響樂團 要來我們這邊看演奏會 我們一起吧 楚曼你聽到我說話了嗎 哦 好啊 什麼好啊 不是說 說一起開會嗎 哎呀 是演奏會不是開會了 哦 那我們一起去跳 那你不許反悔哦 啊 咪咪 我愛你 啊 楚曼 我 我 啊 时间不早了 走吧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跟楚曼之间的事情 就像一场梦 该醒了 那你想的任务怎么办 我不想完成任务了 因为完成任务之后 楚曼就会消失 我不想这个样子 而且 那个大叔也没说 完不成会怎么样啊 你抢回楚曼的话 可以不用做任务啊 你不说爱字不就行了吧 我哪抢得回啊 我们之间的差距 就像玛里亚娜海沟那么大 之前她喜欢我 那是因为强设定 现在她自由了 傻子都知道 要选林默默吧 我 我放弃了 我想 忘掉她 小可怜 吃点甜皮 甜的能开心一点 江小姐 你跟楚总这么般配 如果您还物动于衷的话 那结果肯定会很难收场 关你什么事啊 因为当事人还操心啊 我这不是为楚总的幸福负责吗 你还是为自己的幸福负责吧 老李昂 你说 我们那天晚上就那么让她走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觉得很吓得 这是您的房子 你让一个跟您毫无关系的女孩离开 这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能说毫无关系呢 那您跟江小姐 还有什么关系 你看啊 她是我的下属 我们之间是股庸关系 从这个角度考虑 我是不是应该 关心她有没有找到房子 那我觉得 大可不必 毕竟 找房子也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而我们公司向来都是公私分明的 好了我不跟你说了 初总 怎么了初总 没事吧 嫁给我吧 什么 我说 嫁给我吧 初总 初总 对 就是这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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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宣布 我们一挥珠宝和泛雅珠宝合作的新项目 大获成功 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共同进退 一致对外 真的很感谢一辉的伙伴们 辛苦大家了 为了庆祝这次的成功 今晚我请大家放松 一起团建唱歌 一会儿你坐我的车去 一会儿你帮我跟初总说一声 我今晚有事我就不去了 你怎么不自己跟初总说呀 今晚必须去 不去扣工资 不过什么理由 别烫了 别烫了 喝过来 还以后 明明 不建议我这么叫你吧 这段时间 真是辛苦你了 来我们喝一杯 不辛苦 没有苦 他醉了 别让他喝了 竹总这是在怪我 不体谅你的员工吗 啊 我第一次是 如果大家都喝醉了 一会儿怎么回家 你少管我了 你去管林嬷嬷 别管我 你 哎 哎 楚董林总 走了 拜拜 哎好 楚曼 我喝酒了不能开车 你送我回去吧 要不 我帮你叫他家吧 那你呢 我 我 还是先送他回家吧 那我自己打车走吧 不用你操心了 我不想走了 我走不了了 出门 出门 江小姐 这笨家伙喝醉了 你去拿点毛团 好 好了 啊 乖 收酒 来 楚总 看来楚总对江小姐 还是愚情未了啊 最近我的脑海里 总是会闪现一些跟他有关的片段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会不自觉地靠近他 我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爱 那林小姐怎么办啊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到底爱不爱江明明 但是我能确定的是 我一定不爱林默默 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 让他不要在我身上浪费精力了 我在哪儿 喂 萌萌 我跟你说 坏了 昨晚我们团结 我应该是喝醉了 被楚漫带回家了 旧情复燃了 没有 别瞎说 明明你勇敢点 不如借着这个机会 让他爱上你啊 带他融入你的生活 了解你 融入我的生活 哎呀 哈哈哈哈 江小姐下来了 呃 我送江小姐回家 我来开车吧 你这休息 不用忙了 好嘞 走吧 那麻烦楚总了 楚总 请进 我现在跟萌萌挤在这里 地方虽然不大 但我们每天都挺开心的 下班之后 一起煮个小火锅 聊聊天吐吐槽 嗯 嗯 家里还有很多零食 要不要吃 看 这还是我最喜欢的海鲜味的泡面 出了 不要叫我出走 叫我出卖 你以前喜欢吃泡面 哪有人会真的喜欢吃泡面呀 我以前工资低嘛 每个月到了月底 手头紧张 我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呢 我只好说说谎 骗他们说我正在吃海鲜 其实啊 就是一些海鲜味的泡面 灵灵 你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点点打拼到现在 真的很厉害 不说这个了 我换身衣服 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 走 真不是我小气才请你去路边摊的啊 而是因为这家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不尝一下 肯定是你的损失 好 那我就暂且相信了 快走 来了老板 呦还恋爱了 小伙子真帅啊 我们是朋友 哈哈哈 老板按我之前的流程来一套 好的稍等啊 谢谢慢油啊好 快尝尝 怎么样 我担心 你再去拉肚子啊 哎呀没事的 他们家食材很新鲜的 我担心点少了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算你实货 这钱啊没白花 哎那你多吃点吧 好 你的味 好 谢谢 我要谢谢你 带我发现了这么好吃的宝藏小店 所以你要多吃点来干杯 干杯 怎么样 楚总 今天吃的还满意吧 非常的满意 那 下回 还有没有什么宝藏小店 带我尝尝 当然有了 以后再带你去吧 哎 你干什么啊 放开我 哎 你别走啊 别碰我 走开 你干嘛 干什么啊 你放开他 不然我报警了 报警 怎么着 我们不弄他 弄你啊 你嘴巴放干净点 怎么样 想打架 怎么着 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 我打你 那 那我兄弟 我废了你 老子 警察吗 这里有人浪师你们快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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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啊 啊 我的眼睛啊 啊 兄弟啊 没事吧 我我今天非得弄死你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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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除了 算了 我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要今天没有你们的话我 不用客气 以后注意安全啊 嗯 那 那我先走了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但是 你都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一点小伤 没事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 像这种情况 对你太危险了 下次别扯了我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 那就麻烦你下次多想想了 知道了 陈总 陈总 您回来了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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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你笑什么呀 呃 外面花开的好啊 花 这大半夜哪有花开啊 陈总 陈总 您今天跟江小姐约会 怎么样啊 我去问 不想说 得嘞 我睡觉去了 你回来 嗯 其实我发现吧 江明敏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 她身上有一种活力 特别能感染她别人 那您应该是对她心动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跟她的过去啊 我的脑海里只有一点儿 灵性的画面 其实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下的感觉 说不定 即使你们两个失忆了有一万次 也依然能够重新爱上彼此 这就叫 宿命感 Lomantic 朱总 如果你真的想找回从前的记忆 这些东西可能会帮助到你 来不及说在以前 就是呀 你看 这是我们的合照 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就能想到今天的场景 所以啊 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 别对我说抱歉 太悲伤 还有太多美将 都原谅 轻轻地唱 慢慢回荡 我后悔的那些纠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接受你给的光 轻轻地唱 淡淡忧伤 我回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你还能不可以 因为你还能不能够 原来我忘了这么重要的记忆 你这个好看 还有这两个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我们呢之前打了一个赌 现在正在揭晓打赌的结果 打什么赌啊 我把五款未上市的钻戒样品 都拿给楚总看了 大家打赌 楚总会喜欢哪一款呢 那他最喜欢哪个 楚总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款 以荷花为主要设计灵感的钻戒 并且他还自留了 不知道是不是留给未来楚太太的呢 哈哈哈哈 他也喜欢荷花吗 嗯 明明 楚曼 楚曼 我爱你 你爱我吗 我爱你 你爱我吗 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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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hing 楚曼 日本花为主的 什么说什么 你ros 任何谈 你 where 是 pez 铺 明明 林小姐 林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明明啊 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才华 我觉得你在珠宝设计上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呢 总不见得约我出来 就是来夸我的吧 我就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兴趣去国外留学 这国家呢随你挑 留学期间的学费 生活费我来负责 怎么样 林小姐 您手指上的戒指很漂亮 林小姐是怕 如果我继续留在一挥 会影响你未来楚太太的身份吗 江小姐 江小姐一定要这么想我嘛 以你的灵气 要是去国外进修的话 那前途真的不可限量 我是不想看到你的才华被埋没呀 林小姐 你能肯定我的才华我很开心 但是我的前途就不劳你费心了 林小姐 还是好好做好未来楚太太的身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我说姜女士 连你林默默都欺负到你头上了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 人家楚漫给未来老婆预定的戒指 都栽在她手上了 呸 她就是个渣男 气死我了 她跟你不清不楚的 还跟林默默勾勾勾搭搭 明明 你不会不相信爱情了吧 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我想清楚了 就当是老天爷行的没事干 给我开了个玩笑 不纠结了 认真过好以后吧 就等你这句话了 我跟你说 新欢才是治疗旧伤的两样 你要不像个亲 我跟你说 那万一遇到合适的青年才俊呢 到时候什么长满 礼貌王满的什么东西 你都抛之脑后了 听起来也不是不行 我给你找找 哎 你干嘛着 手撕渣男去 楚总 明明 楚总 以后你不要再约我私下见面了 我虽然感情精力不多 但我至少分得清好坏 明明 你怎么了 是谁惹你不高兴了吗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明明 我已经找回了关于你的记忆 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发生的事情 也记得我之前有多爱你 明明 我这次约你来 我想 你想什么 你不要再提以前的楚漫了 你是你 他是他 虽然以前的楚漫有很多缺点 但至少他足够坦诚 明明 楚总 什么 明明要去相亲 千真万确 毛毛亲口告诉我的 楚总 要不要去看一下 不去 公司员工相亲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开始吧 呃 江小姐 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说吧 我这个人呢 呃 条件还不错 追我的女生还是蛮多的 呃 我得精挑细选之后 才能再做出选择 所以呢 所以我还不一定要选你呢 谢谢 谢谢您慢用 那 所以说我们这些东西还是得算清楚的 我是不会当约导人的 这位先生您没事吧 哪有人一上来就说这些的 那小小姐啊 我就感觉我们不这么合适了 嗯 这就是你说的相亲对象 楚总 你怎么来了 我作为你的老板 有义务帮你把关 啥 我第一个听说相亲害带老板过来的 这位先生 您要是想结账呢 麻烦自己去签台 你帮我一下哎 你干什么 这咖啡是我的我已经付过钱了 小龙 我这并不好看 楚总是来看免费相声的 以后为了避免这种歪歪裂造 你还是不要去相亲了 待在我的身边 就不会为了这种 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 谢谢楚总来纠缠 我先走了 你看 就会 才不去 这样你去有去吧 不要 肯定是他跟林默默兄爱的主场 我看着都烦 我才不要去 你有没有发现啊 曼总是对你相亲的事 恨加干涉 还不一真喜欢你吧 怎么可能啊 他要是喜欢我 怎么还会跟林 算了 反正人就是这个样子 得到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又觉得不甘心 我看呀 他就是爸总的老毛病又犯 管他呢 该去就去呗 而且还有风风光光的去 走啊干嘛 你带衣服去换衣服呀 还得正装出席 走吧 哎 我 这很漂亮 哎毛毛 嗯 要不我还是换身衣服再来吧 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看呢 肯定能把那个林默默皮下去的 放心吧 我知道了 哎呀我跟你说 这东西呢 还是得这么喝 走 灵灵 你今晚好美啊 是啊 很少看到这样的你呢 是不是储曼平时总压榨你 害得你都没时间打扮了 林小姐的意思是 我平时很丑喽 好嘛 怎么又误会我 储总 你不是说要给我们家明明 介绍场内的优质单身男吗 在哪呢 嗯 有些人 自己的事都没搞定呢 还管起别人来了 什么 我们去那边跟王总打个招呼吧 不好意思了啊 老李 招待会这点会 好嘞 幸亏我们家明明也没跟楚总在一起 要不然我岂不是天天都能看见 那你这算难可打错了啊 你怎么知道他俩不会在一起 我们明明已经有选好的结婚对象了 不久之后就要出国了 那怎么会在一起呢 萌萌你 真真假的 这也太突然了吧 那个人呀 一表人才 哎 怎么跑了 萌萌 你瞎说什么呢 我哪有什么结婚对象还出国 我我真放个烟雾蛋 欲擒故纵懂不懂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个萌萌说话可信吗 这种事情应可信 岂有你不可信其无啊 看来 我必须在做到什么了 老李你要帮我 亲爱的宾客朋友们 我是今晚的主持老李 我先代表楚总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酒会的主人 也就是我们的楚总 将要向他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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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心爱的女孩 表白 表白 今晚 酒会的主人 也就是我们的楚总 将要向他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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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心爱的女孩 表白 莫莫 我的耐心一直住着一个女孩 但我必须坦率地说 那个人不是你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欣赏和关心 希望没有对你造成任何困扰 你说的那个女孩 是姜茗茗吗 灭灭 莫莫说的对 今天要介绍一位优质单身男士给你 现在 这个人已经站在你的面前 这个人已经站在了你的面前 楚曼 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你浪开什么玩笑啊 而且 你们不是快要结婚了吗 你都还没有答应我 我去哪门子混啊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明明 原谅我 本脑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直到你开始疏远我 我才发现 你在我的心里有多么重要 重要的 即使我弄不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 我的身体 也会绕过意识 做出一些 不自主靠近你的行为 现在这一刻 我才发现我爱的人 是你 楚曼 哎哎怎么呢这是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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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明明 他到底为什么晕倒 为什么连家庭医生都查不出原因 明明这次晕倒也很奇怪 他平时以向身体都很好的 你放心吧 楚总 明天我去找更好的医生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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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走啊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 就是滴血糖晕倒了 对不起 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让你伤心了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我来照顾你 我来照顾你 林小姐 林小姐 你怎么来了 那天你晕倒了 我过来看看你 当然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向你解释清楚 这枚戒纸 乌龟远主 当初是我觉得它好看 所以让楚曼借我带回去 并不是她用来给我求婚的 这戒指很漂亮啊 能不能借我带回去啊 我让我们公司的人 学习一下设计思路怎么样 林总你给我讲了 应该是我们向你学习 没问题 没问题 只要 记得暗示归还就行 好 对不起 明明 我不该骗你的 我跟楚太太这个身份 没有缘分 你不用说对不起 我也不怪你 其实 你不是我们感情的阻力 好 你不怪我就好 我放手了 这人生在世啊 何必给自己找那么多糟心事呢 好 你好好休息 走了啊 谢谢 别忘了 少许 然后你 她 万丸 可 想得了 你 颠 astronaut 确定 李晏 你 知道你 哎呀 你 82 血糖晕倒了 嗨 我就说嘛 没事就好 你怎么可能有事呢 你小的时候啊 那身体好的呀 就跟那小牛犊子似的 那长得就跟那小孔雀似的 妈 别说了 嗨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呀 不操心你的事了 我也得操心操心我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事 你什么事啊 嗨 我这不还单着呢吧 你爸呀 转脸人家就找了个年轻女人 我这一想 他那样的都找得到 那我差啥呀 我也不能拉下来呀 可惜现在的好男人 太少了 阿姨 这是我女朋友 你干嘛 得了吧 我怎么可能对你感兴趣呢 我呀 喜欢成熟健庄的男人 你先泡三年健身房再说啊 你听到没有 你乱说什么呢 波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楚曼 不用介绍了 你的基本信息我已经了解过了 了解过了 波姆 你喝水 放那吧 我不渴 那 您吃个水果 成子 别忙了啊 歇会儿 坐 小楚啊 我就叫你小楚了啊 你的条件呢 是不错 但是我作为母亲 更看重的是 你能不能对我女儿好 波姆 这个您放心 您可以随时过来考察 嗯 波姆 您跟叔叔的事情明明已经跟我说过了 不过没关系 波姆 我过段时间就给您安排相亲 到时候全是各式各样的大叔 您随便跳 真的 真的 你没骗波姆吧 没骗 波姆 你看 老李都把资料给我发过来了 呦 这么多啊 呦 呦 这个怎么样 真不错 那以我这条件我可得好好选一选 小楚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 懂事 有眼里劲 干的不错 啊 再看吧 你和小楚 在谈恋爱吧 妈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既然谈恋爱干嘛分房睡呀 你怎么什么都问呀 我不回答 你也不许操心了 明明 伯母早 早 哦 那个 我妈问中午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吩咐给老李就行 哎呦 你们看这双筷子 一天到晚 它都是成双成对的 什么时候看到它 东一只西一只的 你们两个懂不懂呀 哎呀 妈 你面包试图 番茄酱还是沙拉酱呀 还有啊 我们吃的是西式早餐 不用筷子 我 Februar 我平时 cub下了 我购物 我感觉 我购物 我购物 你们看 现在 你 以后 小祖宗 你这样不行 你要急死妈妈的养妈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爸之间的事情还没讲清楚 怎么有闲心思管这个 正是因为我和你爸离了 我才叫经验丰富 我跟你说 像小楚这样的男孩子 追求他的女孩多了去了 你可得抓点紧了 面对竹篮打水一场哭 我还跟着跑外孙呢 哎呀妈 我跟楚漫之间的事情 没有你想的那么浅薄 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 不能大意 我跟你说啊 你的事 我关定了 知道 敏敏 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吃饭 会回来的很晚 就不要等我了啊 好 知道了妈妈 明明从小怕黑 我又不在 今晚他肯定会去依赖楚漫的 哎呀 这丫头面真好 你我这么聪明漂亮又贴心的妈你 楚漫 楚漫 玉玲 娘 哎呦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我我没事 就是变停的有点滴度于衣 你有什么用啊 灯也黑了哦 没事就好 看来今晚只能抹黑了 没关系啊 我有手电筒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早点休息晚安 啊啊 啊 我来 孩子们 你们的妈咪回来了 妈 你回来了 哎呦 昨天晚上真是累死我了 累 那小楚呢 昨天晚上 算是 啊 你昨晚我有点失眠 呦 看来呀 得给两个孩子好好补一补了 哎呀 不用 我昨天熬夜赶稿 补补觉就行了 不对呀 昨天家里不是停电了吗 你是怎么赶稿子的 我笔记本的电量很足啊 妈 你不是出去了吗 你怎么知道家里没电呀 嗨 我 我昨天晚上啊 打了一叶麻酱 困死了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我得睡觉去了 妈 这招不行 你去换下一个 米米 米米 只是要不要 什么情况 这门怎么锁了 什么情况 肯定是我妈搞的管 看来今晚只能睡客厅了 这沙发睡得我腰好疼 这毛毯也不保暖 哎 这一夜可怎么熬呀 要是能去储曼的房间蹭床睡就好了 她那张床又大又软 一看就舒服 但是主动去蹭床也太没面子了吧 哎 明明 你怎么睡沙发啊 哦 我房间的门锁坏了 打不开了 就只能在这儿将就一晚了 那你也不能睡沙发啊 这毛毯这么薄 容易着凉 走 上我那儿 温泛月光的距离 多少梦想都是你 你是我一生追究解答的命题 爱从没有定义 直到我遇见你 才知道心动频里 都能融入呼吸 一会儿 不会有大事发生吧 可我还没准备好呀 怎么办 哎呀 好紧张啊 哦 好像 好像有点冷 哼 我也睡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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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走 你醒了 今天就做我们的约会日 不想不到这里的 这里的 好不好 算你有幸 在下一秒传达 解密心跳中的号码 你听清风吹不尽情 当蝴蝶真是随着黄昏落下 掀开了晚霞 为何代表浪漫总靠玫瑰花 无法预言表达 只因为真谁才害怕 用我双手为你描画 只要你想做一个孩子 在我这就永远不用长大 我为你披甲 是幸运是无法躲避 是我想和你看日落成星 会穿越光的距离 和小梦想都是你 你是我一生追击值得的你 出 你干嘛呢啊没干什么 我看不给 我看不给这是我的手机 看看怎么 你拍的好丑啊 不丑啊挺好看的 要不 我们拍张子拍吧 好啊 三二一 哈哈哈哈 储慢 抱抱好不好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 拥抱的感觉 我知道那种感觉 但我表述不出来 表述不出来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静静地抱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幸福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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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 谢谢你交回到我做人的体验 感觉很温暖 我也要谢谢你 是你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 敢于用最真实的一面 去面对这个世界 现在 我已经不需要用谎言来武装自己了 怎么 今晚是互话大会吗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 我还要谢谢你 即便有了自我意识 你还是能在林默默和我之间 坚定的选择我 让我 成为你的唯一 从小到大 我好像都是那个备选方案 从来没有被这么坚定的选择过 楚曼 谢谢你 明明 从前往后 无论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我都会坚定地选择你 嗯 想就应该어줄你 你 放心 启 优优独播剧场—— tremendous 优优独播剧场——ивл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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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醒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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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变回老样子了 什么叫变回老样子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就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了 你才会这样无法无天的吧 我无法无天 我不过是想正常上个班而已 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吗 好了好了好了 楚总 江小姐 一大早上吵架 这一整天可都要走霉运的 回去 楚曼你回来了 你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 哎 发生什么事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你说了什么人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好 我们先不吵架 你先写书休息 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 好不好 明天再说 江明明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想和你有明天 你先写书休息 我要对你 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 做你的男朋友 给你长面子 所以你才迟迟不完成任务的对吧 竹曼 你在说什么呀 我自私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江绵敏 经过我这么多天的努力 其实你早就已经能说我爱你了对吧 太可笑了 原来我顾虑的一切 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呀 根本就没有意义 所以请你立刻马上赶紧 最先有意义的事情 好吗 不要那么不识趣 好 我现在就可以挽住你 让你彻底从我的世界消失 哦 出发 哈哈哈哈 孩子们我回来了 这次说句玩可太 怎么了 吵架了 这 哎 你说他为什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意义 难道男人真的说变就变吗 还是说 我根本就不值得被爱 明明你说什么呢 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 你把任务做了吧 好吗 我求求你你把任务完成吧 我舍不得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出发就要消失了 毛毛 可能 你没有体会过跟喜欢的人 要胜利死别的那种难受 谁说我不会体会到的 储慢也消失 老李也消失 老李 你们 嗯 他跟我其他前男友不一样 我觉得 他是个好男人 所以啊 如果是这样 我就更加不能完成任务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刀 还剩最后一刻 你别骗自己了好不好 你得面对现实啊 可是我早就爱上储慢了 我不想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拖样这么对我 好吗 我真的很痛 我真是怕了你 你听我说 储慢这么做 是事出有因的 储总 我觉得明明这次晕倒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手上不是有一个手串吗 那东西就像是一个计时器 如果到了时间没完成任务 就会有危险 我知道 我还知道 我的出现是因为那串手串 可是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你们必须要对对方说出 我爱你三个字 可是他为什么一直不说呢 因为他一旦说了那三个字 完成了任务 你就会消失在他的世界 他舍不得你 你 不行 我再去找那个卖朱串的大叔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所以 您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愿意让江小姐受到危险 您这些反常行为 是为了逼他完成任务 爱情 是需要牺牲的 大叔 太悲伤 还有太多美将 大叔 都原谅 大叔 轻轻的唱 慢慢回荡 我后会的 那是倔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出发 接受你给的光 静静的唱 等待忧伤 我回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你太过于依赖我了 那我不该依赖你吗 妹妹 我们分开吧 我已经厌救到这样的生活 你早一点连成任务 对我们都好 初曼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知道如果我不赶快完成任务会有危险 对不对 这段时间 我们过得很快乐 不是吗 我们都愿意为彼此付出 为彼此牺牲 那你愿不愿意再努力一下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找到一个两圈其美的办法 而不是残忍的 你自己欺人了 你要什么两圈其美的办法 那也应该试一试啊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灵灵 还有太多美将 这首件是吗 我不要 宠爱 现实就是 我不能没有你 那些倔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接受你给的光 清净的长 淡淡忧伤 我回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真心希望 静静的唱 慢慢回荡 我后悔的 那些倔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接受你给的光 静静的唱 淡淡忧伤 我后悔的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听到你心跳的声音了 那你再靠近一点 仔细听听 那些年 我能陪在你的身旁 真好 真好 如果我们能一直这么下去 就好了 会的 好了好了 总会有办法的 淡淡 淑总 江小姐 老李 你们挺甜啊 尽管祝福我们吧 对不起啊 妈妈 我实在不想让你体会 我现在这种痛苦 好了好了 我们先想想解决办法 嗯 可以找大师啊 我给你看 这个大师算得可准啊 他说我感情上 总会遇到渣男 哎 亲爱的 是我改变了你感情的额域 算了吧 毛毛 就你那感情状况 什么都往朋友圈里发 大师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准吗 姐灵还需细灵人 我觉得 还是得先找到 那个卖猪刷的底织 他说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对啊 多少钱我都愿意付 楚曼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们彼此相爱 相爱也必须完成任务 妹妹楚曼 如果你们没法完成谎言的课题 你们的爱情还是建立在虚假之上 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永远无法对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 这样不累吗 既然你们相爱 你们不如想一想 面对这最后一刻 如何向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 吃相恨 吉祥 请生一場陌生的雨 一点一滴 无声无息 来了 又去 不惧 连三长夜快如潮汐 我想老心 明明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除漫 无论如何 我都很感谢你来到我身边 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 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 你让我 从一个爱说谎的江明明 变成了一个敢于直面真实世界的江明明 谢谢 梅明 我真的爱你 你爱过吗 你的名字太拯护着你 落下却没回忆 我真的爱你 你爱过吗 清晨一场陌生的雨 一点一滴无声无息 来了又无趣 连三长夜快如潮汐 我生了几秒深的你 我爱你 你痕迹 你是我世间陌生的雨 漫长的孤节构换续 片刻相遇 花沿没在孤独的夜里 你的命还在我准备 落下却没回忆 不容易休息 不容易休息 高进门 咱俩石头剪刀布啊 来 来 石头剪刀布 来 哭了喝酒 两喝三杯啊来来 啊 这一切 真的只是一场梦吗 明白 这段画室里搞个 啊 这画的不错 孙经理 你也一把年纪了 为什么老做这种事 你老摸我干什么呀 不是啊 夏美敏 那孙经理什么时候摸你了 周琳你最好闭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在抄我的设计稿 你别害羞骗人啊 我抄袭你 一看就是生活不幸 我太刻薄了 天天和你们这种人在一起工作 谁信不得了啊 我辞职了 你们爱找谁找谁去 不是 不是叫美美啊 你做吧你 毛毛 我辞职了 你不是打算升职的吗 那种泥潭一样的公司 有什么好期待 哎呦 嗯 没事 来了老板 一位啊 一位嗯哦好 你叫我 来不及说再见 来不及说再见 就这样 幸福着你的脸 像这样 别对我说抱歉 太悲伤 还有太多美将 都原谅 轻轻轻的唱 慢慢回荡 我后悔的 那是倔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接受你给的光 轻轻的唱 淡淡忧伤 我回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微笑 在我 身旁 太狗了 欢迎大家来到本次的珠宝大赛颁奖典礼 让我们热烈欢迎 获奖者江敏敏 江小姐 您能分享一下 这次的珍珠之类的创作灵感吗 嗯 首先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也很感谢大赛组委会 把这个奖颁给我 其实 珍珠之类的创作灵感 来与我的男朋友 从前的我 是一个很爱撒谎 很爱慕虚荣的女生 但自从认识她以后 我感觉到了真诚 带给我的满足感 是谎言带给我的虚荣感 无法披及的 我希望 看到珍珠之类的大家 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 不被世俗所影响 无论发生什么 都能保留自己的存在 谢谢 不撒谎 原来 原来 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 是一件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了 我执着的信念 慢慢睁开双眼 I wanna be I wanna be I wanna be